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收看三瓦大师为您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解说,现在带来的是2023年的梦幻联赛第20赛季的比赛,小组赛第一个比赛日,星辰对战BB双方BOR的第一场比赛,那么现在的BB战队,他们的1号位和3号位进行了一下对调,Puro现在是转到了3号位,然后Nightfall是从3号位转回了1号位,GPK继续打他的中单,Save还是4, 4号位,多伦敦东京打的是一个5号位,这场比赛的阵容中单子猫,3号位军团,大哥美毒沙,4号位光发,5号位狮王,而星辰的阵容则是在最后一手给苏妙拿出来了一个中单的冰龙,大哥是小鱼人莫奈来操刀,3号位小学生的末日使者,4号位波波卡的风行,5号位皮球的凤凰,皮球的凤凰再加上苏妙的冰龙,还有风行杜姆小鱼人, 控制倒是真的不少,控制是真的不少 有观众在问为啥用小鱼打美毒沙不用敌法,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是你要去看一下这个BP的顺序,BP它其实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为什么选小鱼呢? 因为小鱼人这个英雄选出来,它可以打美毒沙,但是它不是只能打美毒沙,它是一个正常的C,它可以打很多其他的英雄 美毒沙一手选出来了以后,它可以调位置,现在的美毒沙1号位,3号位,4号位,甚至5号位都能打 因此对方甚至可以把美毒沙的位置一直留到最后一个位置再进行确定 而如果你第二手或者第一手直接看到对手的美毒沙就抛了一个敌法出来的话,对方最后把美毒沙放了一个酱油位 你的敌法师如果不用来打美毒沙的话,它很弱 知道吧,它很弱 出了美毒沙怎么会放你AM? 这场比赛他们就放了,这场比赛选了美毒沙以后,他们并没有去搬这个敌法师 因为他就是故意骗你去选敌法,你知道吧 美毒沙这个英雄之所以现在大家在BP的时候都要一搬他 一搬美毒沙的原因不是美毒沙选出来以后无敌 而是美毒沙现在这个位置他太坑你的BP了 他第一个选出来以后他可以打4个位置,甚至极端一点他可以打5个位置 你知道吧,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美毒沙大家都会选择去一搬他的原因 因为你不一搬他,你就得一抢 你不抢,对面都抢 对面一抢,你后边的BP就很难受 知道吧,他骗你的班位,骗你的选人太厉害了 这个英雄 所以这场比赛星辰所选择的是什么呢? 我选一个小艺人出来,我再选一个风行出来 也就是说我用两个英雄做一个双保险 但是这两个英雄他同时又可以胜任他原有的工作 这个就是所谓的博弈过程 最后他一定会选择去拿出来一个就是容错率最高的选择 这场比赛的话呢,光法和美毒沙接了个二人组拿出来以后 光法的这一口回蓝 他的这一口回蓝可以回320 他的这个320的回蓝 对于美毒沙而言就是一千加的 差不多一千的一个税前伤害 所以现在光法配美毒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二人组 他说能解释一下酱油美毒沙怎么打 酱油美毒沙出一个灵侠 然后你就随便随便打一打就行了 完战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技巧 大哥被揍了你就开着大招往上去走 见人就甩秘书一折就完事了 也没有什么技巧 就是一个肉盾加控制的角色 感谢小纳尼老板的灯牌和灵异之宴 老板的十个小蛙蛙 感谢失忆的鱼罐头老板的干杯 本上好各位 本上好 这是何一啊 剑圣打美毒沙好打吗 剑圣打美毒沙 剑圣打不了 大家稍等一下 我得去接一个电话啊 大家稍等 好回来了 那么这个 抱歉啊 接了个电话 接了个电话 然后咱们赶紧回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局势的发展 现在比赛进行到了4分50秒 星辰暂时是拿到了一个一血 拿到一血是皮球的凤凰 皮球凤凰拿到了对方save光法的一个人头 中路的对线方面 现在紫猫是26-8 那么松耀的冰龙是28-4 两个人差不太多 BB战队现在在补刀上面比较有明显优势的是上路的军团 军团和这个光法的这条线啊 这边狮王 BB的狮王被封星给击杀掉了 比较有明显优势的是上路的军团补刀优势非常非常的巨大 31-17的一个正反补 而小鱼人只有21-2 这个确实是比较一半 中路GPK抓住机会单杀掉了 苏妙 打了一个6级 打了一个6级 然后冰龙这边是5级 那由于反补方面的话 紫猫比冰龙多了4个反补 因此在两边没有酱油帮助分经验的一个前提下 两边的等级肯定是紫猫可以优先到6 那么紫猫到优先到6的话 冰龙没有任何的控制技能 所以他在前期被对手的紫猫贴脸的话 躲不开那个残阴基本上就是必死 这边打完以后 现在人都数是1比2 BB战队领先着1000家的一个精锦 而是星辰呢 领先一个人头 但是很虚 这个东西很虚 主要是补刀的劣势实在是有点太大了 上路那边对方的军团太肥了 这样的话 一个无解肥的军团对于星辰的压力可能会比较大 因为军团的决斗CD太短了 他同样是对于一个点目标的强突破能力的技能 跟杜宫有点像 但是他的CD太短了 李狮王插出来墓碑 给了一个鞋 那么风行给上一个捆 这一波的话想击杀这个末日还是有点想太多了 但是中路紫毛再一个异化崩出来 并没有能够杀掉苏妙 这个位置GPK非常非常的谨慎 因为他所有的技能都进入到CD 而且刚才的那一个冰 刚才的那一个冰 这里紫毛给一个餐饮没有中 刚才的那一个冰 如果紫毛没有撤的话 他会被冰龙直接出来以后 那个冰被防御塔打死倒6 然后反大在这个塔下 这样的话就不光是能不能杀得掉冰龙的问题了 他自己有可能会被反杀 这波GPK确实是有点稳你别说 军团这边开着项链鞋还在追 凤凰过来飞减速 这里决斗提前给 但是光法的输出跟不上 波来的太慢了 再加一个蓝 再给压倒行如是 接着往前追 智芒智光 莫奈的小鱼还是没有能够逃掉 这样的话平时我虽然没有拿到攻击力 但是小鱼的节奏再一次被强力的压制住了 45-22的正单步 这个军团已经完全不当人了 这个捕捕 完全不当人了 老跟爹刚才赢了吧 老跟爹跟对手EG是打成了1比1平 看看皮球 皮球这个位置飞过来 把对方给自己一个强攻 这样比赛军团是一点都不贪 前期很早的就加了一滴的强攻 军团的这个强攻 现在我给大家稍微提一句 因为现在军团的这个 加攻速是在压倒行如是 也就是1技能 然后呢 你不再需要去利用强攻 给自己加攻速来提高决斗的成功率 很多人就不加这个强攻了 但实际上从游戏体验上来说的话 前期加一级强攻的效果会好很多很多很多 这个技能它现在虽然不加攻速了 但是它加移速 它加移速 然后再驱散 加回血 这个玩意儿是可以 其大的增加你的一个线上容错率的 而与此同时你去加一个2级的被动 它的收益反而没有那么高 它的二级被动跟伐木机的那个二级被动不一样 伐木机的二级被动是真的跟一级被动相差的 那就不是一倍的问题了 但是这个军团的不是 军团没有什么厉害 看一下皮球过来去封一下野 人肉封个野 然后再顺便插一个真野 再封你一波野 这个野怪能不能抢呢 这个阵容抢野怪有点难 不是完全不行 但是有点难 军团现在的经济全场第一 先要看一下它的出装选择 相位鞋双护腕 直接做刃甲 直接做刃甲的话那还好 直接做刃甲你只要在线上躲开了就行 这个就不像它先做跳刀 先做跳刀的话 你需要去提防它去其他的路逛街 这个是比较讨厌的 看一下冰龙飞起来 这个冰龙我感觉这波冰龙要走中啊 拉住决斗 直接给上 能不能杀得掉呢 能不能杀得掉 杀掉了 而且拿到了攻击力 皮肉还没死 这样冰龙节奏被断 那么死猫这里再给上一个加蓝 减CD 残鹰拉住皮球 凤凰这波没技能了 军团脉冲完成双叉 军团拿到攻击力 拿到人头 没有拿到人头 GPG拿到两个人头 军团拿到了攻击力 这一波上路冰龙过来支援 其实从时机上来说没有问题 但是打不过 实际的情况是打不过 现在下路的美毒杀呢 补刀是4800 额经济是4900多 排在全场的第二位 末日手里面现在草鞋三手套 一个先锋盾 点金手的话快出了 相当末日经济现在暂时排在全场第四位 仅次于落后对方GPK 仅落后对方GPK200块钱左右 这个差距不算大 但是小鱼人有点惨 小鱼人这个英雄他前期如果经济很差的话 补起来的速度并不是特别的快 虽然他可以依靠大招来进行一个超快的移动回血 然后利用一技能C的这个黑暗契约来进行一个刷野的操作 但是问题对方的三号位无解肥的是一个军团 无解肥的军团 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军团的压制野区能力太强了 他在前期优势的时候 他可以直接在你的野区不回 他可以直接就不回去了 就在你家野区刷钱 刷你家的野 然后呢 做疯狂的做进攻视野 你还不敢轻易去抓他 你一旦轻易的去抓这个军团 然后你又没抓过他 没打过他的话 然后他就会进一步的强化自己的一个滚血球能力 但是如果你投入过多的兵力去抓这个军团的话 又会放对方美杜莎和紫毛 所以现在对于星辰来说 刀多少有点两难的一个处境 他们现在需要去寻求一个能够击杀对方军团的同时吸引一个大哥 另外一个大哥过来支援 然后把对方另外一个大哥也给他带走 也就是需要冰龙的大招 末日的大招 这些技能能够打在两个不同的人身上 带走对方两个大哥的一个机会 这里紫毛还有一个太学之境 刮一下残烟拉住 这里智王智光智王智光在哪 智王智光好像没有给 狮王开着大招还是想强杀 美杜莎在后面等着支援 这一波配合出现了问题 多罗诺诺惊打的跟自己的队友有点脱节 看看能不能脱出来 这里再给咕咕卖冲 小一张的这个大招还是忍住了 没有放因为放也没有用 冰龙转身一个大大助的紫毛 但是没有输出 军团已经来到了这个面战场 紫毛出来以后 直接一个一把绷线冰线 美杜莎的秘术一车收掉 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两边这波团战啊 其实你看BB的整个这个团战 他打的很谨慎 你别看你狮王那么追 狮王那么追是因为他所有的技能都焦光了 这波我活着 我就是撤回来也没有什么意义 撤回来我也打不着钱 所以我不如冲上去跟你一换一 只要我能努力留住你 那这波我就不亏 但是这一波星辰 对于团战的处理应该说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因为这个阶段就是打不过 简单来说就是打不过 好残烟拉一下 看一下没有其他的控制的话 这个时候只能是靠GPK自己去打 我把他一个直萌 一个波过来 一个波过来 以后GPK一看情况不行 赶紧一化撤回来 感觉这个BB现在打的 BB这个赛季比上个赛季打的可是好了不少呀 这个真的是比上个赛季打的好了不少 他们整个队伍的这个缓战张持有度 这跟上一个赛季那种 就跟前两个赛季那种一打起来 就全队都迷路的那个情况完全不一样 非常的张持有度 而且在所有的技能释放 还有打架的这个意识上面是比较统一的 整体来说是比较统一的 这个BB有点厉害 军团强功能解冰龙大 冰龙大不可驱散 但人都是5比3 BB战队领先着3000加的一个团队经济 军团现在7500多 美毒杀7400 但是这个隐身的子猫上来 残阴拉住 队友的控制 没有人过来给控制输出 冰龙一个大招加风景完了 这个技能重叠在一起了 异化出来再刮杀走人 军团上来决斗 光把之盲之光在家推波 完成击杀 这个时候动的大招交到了子猫身上 但是这个大招只能说是浪费了 看能不能反补一下 不需要了 这波不需要了 根本就来不及 军团一个压倒凶势 带走了小鱼生的度母 小鱼人来到战场以后呢 这里子猫第一时间没有走 能不能杀 有机会漂亮 GPG这波太贪了 被支援过来的小鱼人 拿到了一个大人头 406块钱加399的助攻 美毒杀赶到战场的时间 稍微有点远 皮球 被一个秘书一蛇带走 开刃鸭 小鱼人在刮 这里给上直芒直光 还是被小鱼人收掉了 苏妙的冰龙拿到了皮肉的人头 这根小鱼人再配合风情 打这种小规模的团战 是小鱼人最喜欢的 再跳过来拉住 美毒杀这波开分身 狮王过来支援一下 莫奈的血量非常非常的低 这一波团战 星辰打回来了很多很多很多 现在这波打回来了很多 尤其是小鱼人的经济 一下就上来了 小鱼人的经济 瞬间是超过了对方的子猫 冰龙的经济 现在掉到了本方的三大哥最后一名 但是小鱼人的经济一下 拉上来了许多许多许多 子猫的节奏被断的比较严重 这一波这个位置 BB冲的有点太猛了 我刚跨完 我说他们现在这个团战的一个整体节奏 打的比较张持有度 结果GPK这边太贪了 被兜过来的小鱼人给收了 莫奈这一波收掉对手子猫太关键了 这里军团一个决斗 拉回来 还是让他拿到了攻击力 要出事 要出问题 要出问题 这个是军团已经拿到了两个 加了天赋的决斗胜利 两个加天赋的决斗获胜 意味着现在的军团攻击力 已经开始逐渐的有单杀你大哥位的一个能力了 而这场比赛作为军团来说 他的团战核心是谁 他的团战核心就是找冰龙 紫猫这场比赛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可以考虑早一点去出一个A 他的A帐这场比赛 啊 是这块末日 直接被瞄了呀 被一个双倍的紫猫盯上 直接队友一顿合击就送走了 装备连击刀子猫 功夫力太高了 这里也残阴 哎残阴没拉到 冰龙转身一个大 这是哥几个不要进去啊 不要进去啊 这边也可以提前一点血 好 现在星辰落后三个人头落后4000多的经纪 对方的三号位和一号位 嗯 这两个一号位出身的玩家 现在经济是并列第一 军团这个节奏太好了 军团这场比赛 他如果出一个BKB 然后强行在团战的时候 就硬找这个冰龙的话 那紫猫的A帐确实可以晚一点出 他确实可以晚一点出 如果紫猫有了A帐的话 这个团战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那紫猫一旦出了A帐 挖上来以后一个攻击脉军团 军团想决斗谁就决斗谁 感谢崔风老板的摩天轮啊 谢谢崔风老板 感谢感谢 谢谢老板支持 老板大起老板大起 小鱼人的装备方面呢 现在是拆了连击刀做了A帐 然后再把连击刀合出来 先做一个A帐 增加自己持续作战的一个忙 嗯 这边麦克风好出了见了一些问题 哎 北渡沙目前的装备是分身斧 然后直接去掏蝴蝶 嗯 小鱼人并没有做散尸第一时间 他选择的是先出了连击刀 然后拆连击刀合一仗 然后再把连击刀合出来 再去做散尸这样的一个出张思路 大家说看看狮王的视频 狮王的视频 狮王的视频 哎 子猫这个英雄现在 评为伤害太高了 有很多 有很多人会觉得 就是这个200多的攻击力 A一下其实不疼 但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子猫的这一整套伤害 如果你仔细算一下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个伤害有点不太对近 孤明脉冲 能打很多 残阴能打很多 二连的平A能打很多 而且你被减速了以后 你应该还会再被额外再一下 就是说你在计算子猫的伤害的时候 你大概要计算三次平A 然后你还要再去计算两次太虚之境 太虚之境本身有一个伤害 然后标记完了以后 还会有一个 就是这个挖上去的时候 还会有平A的伤害 所以最后你仔细一算 你发现他光平A能打1000 他的大招加连击刀 加平A能打1000 然后剩下的这个技能的伤害 是额外护送的 然后这个还只是在子猫 只有200攻的一个情况下 如果子猫在打到了游戏的中期 他的装备又出的多一点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子猫的攻击力 动不动就将近300 甚至300多 然后这个时候 他的这一套伤害 就直接从1000多 变成了2000多 那这个伤害就非常离谱 这个时候一个扫描 扫到了 扫到BB这个扫描 扫的非常的准 两边的扫描扫的都很准 那时候石黄和美兜莎 两个人在里面卖 然后队友撤出来 队友撤出来 站在这个高台上面 借助视野优势 现在的问题是需要有一个人 能够过来开视野 然后冰龙找机会放大 这个时候小玉人跳进来 然后马上跳出去 肉杉的血量已经非常的低了 小玉有点忍不住了 这个时候刃甲开起来 没有来得及去决斗 肉杉盾呢 肉杉盾现在没有人捡 美兜莎开起了一个大招 这个时候的肉杉盾去哪儿了 还是美兜莎拿到了肉杉盾 但是肉杉是星辰打掉的 紫毛上来再给上一个残阴 这块不妄想飞走 没有成功 还是被留住 军团跳上来一个决斗 拿掉攻击力 打完这波以后 这里还有残阴吗 还有留住的末日 那这样末日这波跑不了了 队友没有机会反打的 这波只能看着 这个末日被击杀 队友赶紧撤就完了 这个没办法 没办法 美兜莎把肉杉盾踩在了自己的脚底下 开着大招 这个小鱼人过不去呀 真的是过不去呀 美兜莎刚才右脚踩着盾 左手耗着小鱼的尾巴 不让小鱼过去 这个RBB战队过来打一下对方家的魔方 对方家的魔方光把过来哪一口 打掉这个魔方以后 团队的经济已经拉开到了9000家 嗯 美兜莎现在14000 军团12500 而且军团的攻击力已经加到了74点 BKB已经有了 跳刀刃甲向位鞋双货BKB加一个减甲球 刚才凤凰最后被那个残阴拉住也是毫无办法 因为凤凰那个飞是固定从左侧飞 它是固定从你的这个凤凰脸朝的这个方向的左侧飞住的 而刚才那个残阴正好是从左往右拉的 在这边军团一个决斗 哦 军团卖冲 nice 这个完美 这个是最完美的一个决斗 因为军团其实不太需要这个决斗的钱 你只要让他加到攻击力就行了 他不太需要这个钱 队友支援过来后 刚好可以这边小御员跳上来以后呢 比如开启自己的刃甲 转身A了两刀 小御员发现自己掉鞋比对面还快不打了 军团已经加到102了这个决斗的攻击力 那现在就说他自带了将近300的伤害还有刃甲 还有贴身 还有决斗到以后的一个压倒性 就是伤害加攻速提升 他现在已经可以单杀对手任何人了 可能单杀这个末日还有点难 但是其他的人应该都是可以一个决的单杀的 决斗杀目前手里面呢 是穿蝴蝶以后直奔大炮 对手在后面开悟准备过去抓人 不过星辰现在并没有要去抓对手的机会 军团加上光法加狮王加紫猫 就搁几个的一个开悟过来抓 扫了一下没有扫到啊 杜姆还在野区 想往下都去找一下小鱼人 这一波如果能找到小鱼人的话 就可以直接上高了 看一下这个小鱼人 哎军团破雾了 跳过来决斗来得及吗 哎破雾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压倒性优势 Pero的这个压倒性优势这个毛病要改 这个毛病要改 他的这个操作是错的 就让对方直接冰箱就一手 直接冰箱就一手 决斗结束 冰龙在一个大招流着非常漂亮 完成了对对方军团的击杀 打完这波以后 美杜莎离战场比较远 整个正面战场 现在紫猫冲进来 对方定住动大招给到 美杜莎开着大招过来掩护一下这个紫猫 但是紫猫感觉还是有点跑不了 被对方送走 nice 而且现在美杜莎身上也是空蓝的一个状态 莫娜过来以后 直接留住她 看看光法 给上一个回蓝 风行开捆 双捆加开大 秒一个 现在还上了一个美杜莎 对方不想杀这个美杜莎 等了一个盾销 他们在等盾销 盾还有一秒 过来 nice 星辰这波团战 那盾销的一瞬间带到了美杜莎 完成一波五人团面 打得漂亮 这一波星辰打得太漂亮了 直接把双方的团队经济从一万多的差距 打回到了只有两千块 冰龙的两个技能给的太帅了 真的给的太太科学了 一波团战一万经济之间 这波打完了以后 现在星辰就有资格再去接下一波团了 就是有资格主动去接下一波团了 因为美杜莎先做的是一个蝴蝶加大炮 他强调的是自己的输出 生存方面的话 他的属性其实很低 也就是说队友的团战能打出来什么样的效果 直接决定了他参团以后的这个输出能不能有效 好 这里任甲军团决斗风行 直接完成了一个单杀 军团的 就是军团的这个能力啊 是这个英雄最讨厌的一个点 是这个英雄最讨厌的一个点 而且这个军团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还有一个是非常需要 呃 呃星辰去考虑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灵魂 因为军团他的攻击力现在太高了 然后他的装备又很好 直接就导致军团目前可以去单杀你几乎所有人 然后你为了这一点的话 你就要考虑林肯 谁做 什么时候做 是不是要马上出 出了以后是自己留着用 还是套给自己的队友 冰龙应该站在什么位置 这些东西都要考虑 而且军团这个英雄啊 虽然说军团他被断了节奏以后 呃不太容易找回来 但是军团的一个好处是 只要每次决斗我都能赢 我的真实节奏就是没有被断 你知道了吧 真实节奏这个东西就是没有被 IoT没有决斗到的条例 军团最怕的实际上是吃不到攻击力 他不怕团战打输 这波打完了以后双方的团队经纪 直接拉开到了又拉开到了七八千的一个差距 而且小鱼人被击杀 小鱼人被击杀 上到高台开始去拆防御塔 对方开启了一个赤红甲 给上一个脚械 紫猫上来打一套 灵魂被破直接走出来 也就是他接着在高台上面 这里一个残阴 拉住军团他在找机会去决斗对手的冰龙 现在他只有决斗冰龙是有用的 决斗别人都不行 这里又被对方给了一个脚械 哎紫猫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紫猫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这里转身再刮一下 杜姆绝刀 找到了冰龙 完了 这块看能救下来吗 救不下来 冰龙被秒50多秒 没有买活 没有买活的话 风行的大招给到了紫猫 队友推推 救一下 看一下这个军团还在追 跳刀 风行过来 这边直接被反杀 没办法 波波海尽力了 这一波 那这样的话 冰龙没有买活 杜姆虽然有大 但是 这个美毒沙还有一半的蓝量 中午高地仍然是守不住啊 狮王直接把墓碑插出来了 这个墓碑好像是有魔晶的 果然 这个墓碑有魔晶 这场比赛军团太顺 这个也是 我最近很多观众问我 就是推荐上分的英雄 我经常给大家推荐军团这个英雄 军团这个英雄 现在是真的厉害 决斗给给 给了 军队决斗给了 这样的话 救下来了吗 救下来了 小鱼人的魔晶把他救下来了 美毒沙分身 但是还是被拉住了 冰龙弹找机会 小鱼再一个跳 看看冰龙的这个大招 对方完全不给机会 冰龙这里一个大招 掩护一下自己的凤凰弹 军团上了这个位置有点尴尬 凤凰弹砸出来 光法的加蓝有秒 杜姆的大招给到了军团 小鱼再一个跳 一个跳没有中 紫毛开始反打 残烟拉住小鱼 美毒沙这招扛不住了 空蓝以后直接被秒 小鱼人又是一个跳拉 拉住了对手的狮王 狮王选择在这里吸一口拖时间 给自己的队友撤退 争取时间 那么这一波团战又打赢了 但是中路高地已经没了 近战兵已经被对手拆到了 冰龙要做林肯了 接下来就是看军团出什么了 军团的下一个装备 他选择的是要出一个林肯 来挡杜姆大招和冰龙的大招 还有一个选择是出天堂 而天堂的话更加偏向于进攻 精神选择过来直接去打一个肉身 31分半过来打一个肉身 精神的这个几次团战 打的确实还是挺好的 虽然对线没打过 但是中期这几波团战 其实打的是不错的 BB战队直接往过赶 但是有点来不及 美杜莎复活以后可以踢前哨 要堵口吗 打算要堵口吗 看一下 他们应该是在找冰龙军团决斗 直接秒掉了凤凰 小艺人没有来得及去就 平时开始刃甲 然后美杜莎复活以后 直接选择替了前哨战 星辰只能往回撤 若山顿在冰龙身上 小艺人身上拿着奶酪 这样的话对于BB来说 这个高地就不好上了 这个高地会很难上 但是宝石被抢下来了 宝石被抢下来 高地不好上 因为有带盾的冰龙的话 意味着军团的这个决斗 他的第一个决斗 就算你决斗到了冰龙 冰龙也可以复活 起来以后第二条命跟你反打 而冰龙第二条命 站起来以后 对于BB战队来说 是很致命的一个东西 这个肉扇打掉了 不是肉扇 这个魔方打掉了 又打了一个魔方 这个魔方打完了以后 紫猫现在身上已经是 林肯加上灵机刀加一个否决挂式 这个家伙现在已经是拥有了将近400的攻击力 将近400攻意味着 他现在可以非常轻松的去单提这个风行 因为他出了一个否决挂式 他可以非常轻松的去单提这个风行 风行一旦被单提了的话 星辰的整个阵容就会出现一个 有空的情况 他们后续的控制就只能一炮小鱼的这个票拉了 没空了 整个阵容没有空了 都没有这边冰龙和自己的队友开悟都过来 紫猫的位置被抓到了 直接刮走 完了第一时间没抓到 整个阵型也是对方的更舒服一点 他的队友能救命 这个紫猫肯定是死了 紫猫这个位置是必死的 美朵杀开大 但是并不能够定住对手 然后开始去射了一个风光弹 风行给了一个吹风掩护 小鱼人跳拉拉住 然后Netball开启了自己的BKB 正面战场 这波紫猫没死 居然 那完了 紫猫没死 并从第一条命交掉 军团决斗第二条命被打掉 没了 GG了 这个团战已经不可能打得赢了 这个然后看一下 风行的一个捆 捆住了对手 都要美术杀战 伤害不够 没有十足点 小鱼人跟紫猫又打了一波 微光披风再救下来 皮球的风 开始往回走 又是一个残烟 拉住 我根本都没有用这个拉 直接A死了 只剩一个小鱼人和一个风行 快撤回去了 下路的兵线离的比较近 中路的兵线也已经马上就要到达高地 BB战队这一波冲上 对对方有两个人可以买 但是冰龙不能买 杜姆买活以后没有大 凤凰买活以后也没有大 那这一波打完应该是没了 这紫猫没杀掉太难受了呀 这边刃甲一开 对方不敢动这个军团 有点难受 这时候还发一个云轮盘 再嘲讽一波 还要跟你击个掌 哎呦 这真是没办法 对方的核心太多了 付出点太多了 那个无解肥的军团啊 无解肥的军团真的是太让人忌惮了 500多弓刃甲加上 银月之惊的这个军团 那时候冰龙已经护魔了 小鱼人过来 拉住美杜莎 看一下这个美杜莎能不能杀得掉 小鱼人再跳回去 军团跳上来以后 一个决斗 冰龙并没有死 救下来了 救下来的话 美杜莎开一个大招掩护 我这个队伍的相互配合 掩护做的非常好 风行 魔晶技能 一个狂风 我会吹 动大招 给到美杜莎身上 美杜莎的状态其实是不错的 对方五个人现在全在 那不敢上啊 这一波 冰龙的大招还在对方整个撤退的时候 战位非常的稳健 没有漏给你一个自信 大很多人的机会 军团在等自己下一个大招的CD 还有20秒 这个时候紫猫上来 先留第一波人 否则给上去 再骗你的第一轮技能 你的第一轮技能没有交 还行 星辰这波忍住了 没有漏给对方机会 还不错 风行兜到了后面 兜到了后面 想要去找机会 不过对方整体的阵型 保持的太好了 风行没有机会 风行是真的没有机会 他其实这一波团战整体的一个位置来说 保持的都不错 门服务的话呢 又是被紫猫这边 被对方的风行给控了 紫猫这里也是买到了魔精 这个魔精可能是打魔方给的 可能是打魔方给的 说你觉得这把是BP问题 还是打的问题 这把就是没打过 简单来说就是没打过 阵容选择的问题不是开打 这波小鱼人 开大招 美毒莎的状态被打残了 这个美毒莎 美毒莎就被打残了 光发过来 回叫蓝 军团还在找机会 紫猫断了一下后排 紫猫过去断了一下 后排以后 没有能够去留住这个紫猫 前面也没有能够去留住这个美毒莎 小鱼人再跳上来 魔精技能开一下 脚械给上去 队友一个推推 然后再开飞行火 动不上来 大招给到 但是凤凰飞上来以后 对方要打这个凤凰弹吗 再集火凤凰弹 没有冰龙的大招 掩护这个凤凰弹扛不住 美毒莎还是被强杀成功了 这个时候买回一个凤凰 自己的队友是末日被击杀掉 风行也被收掉 收完以后 哥尔德开上来追 军团的决斗已经又用过了 紫猫再一个异化 又是一个共鸣脉冲 往回走 然后隐身 对方把他救下来了 撒份撒的有点慢 多罗多登经 被对方留住 星辰每一次的追杀 都能打出来很好的效果 他们这个阵容的留人能力很强 星辰在进行留人这件事情上面 做的也很好 但问题就是正面的第一波接触 真打不过 正面的第一波接触真的打不过 我跟你说 你看那个军团 他每次的输出都不是特别高 但是他每次的输出都能够转化成一个 对于你核心点位的击杀 这个事很要劲 这个是真的很要劲 他的输出有效转化率太高了 这个东西 现在的军团攻击力已经达到了600多 600多 带致灭 你想想600多带致灭 4带489攻速 压倒行留室开完了以后 可以给自己的攻速加到 可以给自己的攻速加到 差不多500攻速的一个军团 差不多500攻速的一个军团 你这个玩意儿600攻 500攻速 还开着刃甲 一笔战对一波五人开悟 又是都过来 都到对方的智慧神服和魔方这个位置 没有抓到人 目前是破了两路 加上上路的这个高地的塔都已经拆掉了 军团出银乐 军团的银乐早就有了 军团这个银乐特别特别早就做了 大叔为啥苏妙只玩风行蓝猫冰龙了 因为厉害啊 这星球厉害 军团刃仁价是换成了否决挂式 换成了否决挂式 可以 换成否决的话 可以保证他在去决斗对手的时候 不会被 尤其是决斗风行的时候 成功率会更高一点 而且能帮着破个林肯 其实从破林肯的角度来说 天堂是最优选 因为天堂没有弹道 顺发无弹道 无抬手 TB战队又是一波开悟 这块看到了对手的末日 这个小鱼人 这类林肯已经被破掉了 林肯被破掉以后 这些残阴往里面扔 这个时候紫猫的残阴特别厉害 紫猫现在的残阴因为他有魔晶 所以不会被兵线干扰 他可以到处扔他的残阴 扔的满地都是 他可以把自己的残阴 这块军团过来 直接跳走人 小鱼人第一时间上来以后 开大 美兜莎BKB开起来 后面的凤凰会被秒吗 凤凰开出了自己的凤凰弹 很关键 美兜莎被杜莫大了 凤凰开了一个弹 风行这里给上一个魔晶的风 想把对方吹回来 没有成功 杜莫还敢上吗 你没有大招了 地狗你还敢上 这个时候肯定是要撤的呀 军团决斗 找到了凤凰 这个凤凰直接被带走 直接带走 那么末日和凤凰两个人被击杀 小鱼开始去A对手的这个军团 光发一个波过来 开BKB往回跑 小鱼人再一个跳拉 军团这里队友再一个推推 就小鱼人扛不住了 没有杀掉 可以G了 这波打完可以G了 可以G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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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双方的比分28比17 最后的这一路冰龙手里有大 但是没有塔防 小鱼人和杜姆都还没有复活 这两个人复活之后呢 都是有大招的 凤凰弹的大招CD也是刚刚好正好 那么五人骑 四人开悟 对方美杜莎带盾 一个人顶在前面 洛杉盾的时间非常的富裕 这个杜姆第一个大招直接甩上来 然后小鱼人开始过来打 美杜莎直接往前顶了 但是美杜莎选择提前开启了BKB 提前开启了BKB 想过来再A掉这个凤凰弹 这个凤凰弹是A不掉的吧 这个应该 没一掉 他最后一下 这样的话直接白给了一个狮王 美杜莎交到自己的第一条命之后 我们看一下军团还在找位置 军团那个位置 好像仍然没有机会去放大 美杜莎继续往前顶 跟自己的队伍拉开 小鱼人被决斗 有这个美杜莎 开着大招往前顶 分割战场 给军团创造一个完美的决斗空间 这个配合确实是好 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在星辰打出GD以后呢 应该也就落下帷幕了 那么 本场比赛 最终还是BB极高一成 那下了星辰让我们稍息休息一会儿 带来双方BOR的第二场比赛 我是桑小大叔 咱们稍息休息 下场比赛见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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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